太陽 太陽瞬間 好冷喔 嗨大家早安 現在是早上的8點09分 然後我剛起床 我現在去 剛剛去買的那個 早餐熱美食 還有我的這個 唐辛飯的這個竹筍飯 我剛出去的時候穿超多的 因為今天是那個大降溫 今天欸 再兩天跨年 今天是那個大降溫 今天30號 終於有冬天的感覺 然後看一下我 今天的行程 現在差不多8點10分 然後我跟我媽約說 我們8點半去附近走走 然後等一下中午的時候 我跟EVA約要一起出去 我要陪她去拍東西 然後晚上應該是在家吃 我都還沒有刷牙系跟什麼的 我就剛起床 因為我剛剛真的太餓了 我想說我一定要先衝去買一點東西吃 現在在等羊媽上廁所 我們要去附近走走 我今天穿得很運動 現在在中正紀念堂 550元 對550 媽我要先吃潤餅喔 挺好吃欸 挺好吃欸 可以吃 好可愛欸 還好嗎 好可愛喔 這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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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麼 你還在覺得 你看它其實這麼深 然後你會抹拆 那你最喜歡哪個顏色 我最喜歡這個 這是多少 209 209 我買200 200好像也很好看 也是這種深的 對 有像是半身 有像是嗎 有 要再近一點 有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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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 好 還沒剛才開始 耶 現在還有了 快還是用這個 超好的 這已經是1月 12月 30號 走我們去 第二 這是 茶淨茶 叮叮 這不是星夜吧 不是星夜 你以為是星夜 星夜 嗯 嗯 放過酒了 還好喝喔 我喝的這個是 大甲芋頭 牛奶加 清茶 胡塘 去冰 嗯 嗯 可是你怎麼會走到那邊去嗎 是在哪裡 靠近哪裡 嗨大家 現在是晚上的 差不多9點多 然後我現在決定要來好好的打掃我的房間 給你們看一下 你看這裡 就是有一些是我自己買的 有些我自己訂的東西 然後有些是廠商寄給我的東西 因為我這幾天都常常不在家睡覺 所以我這邊常常丟東西 然後我就只睡那一小塊 現在要來把這邊 好好的打掃一下 把箱子拆一拆 然後把衣服就是疊一疊這樣 然後還要找時間把那個衣櫃裡面的衣服都清一清 我現在進去 啷啷 呷 眼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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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櫃的衣服 完成 那邊是那個行李箱跟我一對要帶回去的衣服 然後我這邊終於空出一些走道可以走過去我的位置 耶 嗨大家 現在是晚上的差不多十點半 然後我剛剛收完心理之後一直在這邊用電腦耍廢 本來我想說今天晚上要趁亂來重新錄 我之前已經錄過一次的一個Q&A 但是我覺得今天光線好像沒有非常好 我想要就是明天早上可以錄一下 然後馬上錄完馬上剪 然後31號晚上就可以上 我就可以在2020結束之前分享一個Q&A這樣 現在是幾度啊 我看一下 現在是台北現在是11度我住的地方 好 那我現在要直接去卸妝 然後準備睡覺 我有一點點餓 但是我想說算了 我不要吃宵夜 因為最近這裡可以吃超多 好 我要去洗澡了 掰掰 我本來不吃宵夜了 可是剛剛好餓喔 吃原鹽酥雞 我只點了甜不辣米血 還有糯米腸 可是他多送了我鹽酥雞 其實是因為快關店了嗎 可能他有多的菜是不是 耶 在美國其實蠻多店家對我玩鹽酥雞 但是很少吃得到米血 而且是好吃的米血 你們有聽到嗎 我的鹽酥雞黃金三角就是米血 甜不辣 糯米腸 然後如果還吃得下呢 我可能會點個 玉桂巧 我通常這樣吃四個就飽了 今天竟然還有鹽酥雞 今天竟然還有鹽酥雞 大家早安 現在是早上的8點18分 現在剛起床 然後我準備要去買我的早餐 外面很冷 所以我已經全部服裝了 好冷喔 好冷喔 外面有一種很冷的感覺 媽 還有 我點了 還有兩個蛋 一個是鹹蛋 將將 另外一個是皮蛋 你要哪一個 鹹蛋跟皮蛋 你選 皮蛋 皮蛋 OK 來 叮 謝謝 我覺得真的很久沒有這樣好好放假 就是完全放假放假 嗯 我也打算 也會在家吃晚餐 吃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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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晚餐之後要去吃晚餐 去朋友家就是跨年 晚餐 晚餐 我剛剛把影片錄完了 我現在要來緊急剪影片 我今天31號就要把這影片剪完 然後就要上去 看影片剪影片 而且要吃晚餐 有天啊 吃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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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遙控器在哪裡啊 遙控器在哪裡 我早不知道遙控器 我先穿個襪子好了 拿出電器 我覺得很多時候我自己都會覺得自己的機翼很好 這是昨天吃剩下的甜不辣 看幾塊 我會因為有很多聲音這樣炸在一起的時候你會完全忘記要幹嘛 那樣你就會辣掉事情 所以 所以 媽你知道我房間的遙控器在哪裡嗎 喔可以了 好,不可能 哦 有 好,有 等一下 meno 還有 喔 有 有 有 我們說 過 那 I'm waiting to leave the heart of the day 現在是晚上的8點17分 然後我在13分鐘要首播 那個Q&A 2020年最後一天的Q&A的那一集 等一下Q&A完之後 我就要出門去找朋友聚一聚 所以我來擦個唇膏 這個也很好看 這隻是208 這唇膏真的是沾一點點就好 就他們的那個顏色是非常的顯色的那一種 對 壓個粉餅 好 轉正面 準備要來首播了 現在看Vlog的大家有沒有參加這個首播 其實跨年大家應該都有聚 我其實不確定會不會很多人來看首播 看看 你看 緊張還有8分鐘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背景非常不一樣 但是又有點很熟悉 沒錯我現在在台灣 我想說我2020都還沒有錄過Q&A 我想要來好好的回應 非常謝謝大家2020的照顧 然後 2021年大家一起加油 希望我們可以度過2021 然後 祝大家2021年也都身體健康 平平安安 好那我現在來 用DH做處理這樣 如果大家對更詳細的這個職位有關心 有興趣的話 你們留言 然後我覺得我應該可以在2021年 就是明年 做更多跟工作 或是我學的 我要出門了 掰掰 掰 其實好像沒有想像中的門 就是 有為之為經就還好 YES 要吃就是 有嗎 都超黑一點 是嗎 我覺得 我覺得 星期八八九點 都超八點多的時候還是很黑 真的假的 我覺得很黑 3 2 1 耶 新年快樂 大家 大家新年快樂 1月1號新年快樂 我跨完年回到家洗完澡 然後我剛剛泡了一個萊克泡麵 因為我好餓喔 那我要開始吃了 那我們明天見囉 拜拜 拜拜 看起來超好吃的 有 你會給他笑我嗎 你會給他笑我嗎 我就去試著進去走走 好啊 你有沒有想進來嗎 沒有 東南西北 他不掌握 吃這個 現在還沒有新聞是不是? 為什麼要看這個? 現在是下午一點半 剛剛在沙發上耍廢很久 我現在想要來一邊看那個 YouTube影片然後一邊化妝 這個是我弟昨天幫我買的 那個一樣是茶淨茶的 桂花白母耳青茶 看看看看 那個小背心 他就沒有錄化妝影片的感覺 但我就是要上我最 就是在家最閒 大家應該都很熟悉了吧 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這個雅詩蘭黛的那個 這個是primer就是那種打底的 我覺得冬天很好用 我應該擠太高了 他的質地很特別 是那種很水 就是擠完之後就變成超級水感的那種 我很喜歡 我覺得冬天用就是很補水 今天1月1號 然後完全沒有出門 沒有排任何行程 我想1月1號就是 大耍廢 然後再來是底妝 底妝用的是我之前分享過的 植村秀的這一罐 這款粉底是比較光澤的那一款 他還有另外一個是霧面的 發現最近就是因為我的鼻翼附近比較乾 所以如果用霧面那一款我 如果沒有加強保濕的話會脫皮 但用這款ok 所以我最近比較常用這款 然後我會用這個55刷 有沒有鏡子 拿一個NARS的鏡子 鏡子 這個也很好用 就是我很愛的那個 方塊的那款NARS的氣墊粉餅 是我的超級無敵要會夠款 太陽瞬間攻擊我 我換個這樣子 我臉現在這樣是上一層的效果 大概這樣 他是有一點光澤的 現在是上一層然後 因為我今天不出門 所以我應該不用上到兩層 一層就可以了 蜜粉的話 我自己現在最愛的組合 是這樣子 這個是NARS的那個 它的 反正就是透明的那個蜜粉 它現在是長這樣子 很好用 然後 我粉撲用的是LORMAC的這個大的粉撲 我覺得粉撲要挑這種很 很大很大 就這種這麼大一個的 不要用它附的這個小的 我覺得它用的小沒有那麼好用 所以我會用這個 我已經有看到用完了 好好用 我會這樣 很用力的沾喔 然後如果像我自己在家裡的時候 其實你就是輕拍就可以 但如果你今天是要出遠門 譬如說你前幾天去跨年 然後你要超級無敵很實的話 你就要壓很用力 就你有認真就是用力壓的話 它真的比較不容易脫 壓完的底妝是這樣 這樣 會變得比較霧面一點 你就沒有剛剛 那個粉底剛上來說那麼光澤 但是我自己這個小粉撲還是留著 有時候出門 你沒辦法帶這個大粉撲的話 這個還是可以用來補妝 OK 明白我就還是一直愛用這個欸 Benefit的這個 Precisely My Brow Pencil 這個 這已經是我用的應該只有十支以上了 其實我覺得有很多的眉筆都很好用 只是我就是那種 我用習慣了 我就是會一直用一直用一直用的人 我覺得眉毛要遠一點 就是你要看自己在鏡子裡的那個樣子 我自己最習慣的還是對著廁所的鏡子 因為我在家都戴眼鏡嘛 所以我其實眉毛不會畫很濃 我都只畫後面尾巴那一段 太陽要出來了 可是看到太陽好開心喔 我剛回來隔離出來的那時候 太陽就每天外面都在下雨 對 對 我大概都只畫這樣 然後剩下的就 交給那個尾端去把它刷開 這樣眉毛就會 不會在眉中的時候太濃 對 眉毛會長這樣 就是 我覺得眉頭不用畫到線 就是 你看我現在這邊眉頭還沒畫到 把它刷開 好 現在眉毛是這樣子 我覺得好像還沒有非常齊 那個對齊啦 但算了 你知道眉毛這種東西 我只帶一盤腮紅回來 我帶的是那個 I'm 到底是咪咪還妹妹 上次有人跟我講過 應該是咪咪吧 因為妹妹就是因為我養了一隻貓 腮紅是這一盤 看得出來我非常瘋狂在用這個刷具 是 我完全沒有印象這個刷子從哪裡來的 我覺得它 OK啦 沒有說非常非常好用 但是 就是有做到它的功能這樣 這樣看得出來嗎 它就是一個性色 這是我很喜歡的這種腮紅 我一般只有在比較化濃妝的時候 才會化很重的腮紅 一般我戴眼鏡啊什麼淡妝 超級淡妝我都是用這個顏色 其實我一般在家或是出去 跟朋友小聚我一般都只化這樣 可是等一下再上一個唇膏 對昨天我用那個 我昨天上的唇膏是208 然後被稱讚 上給你們看 之前就是我在instagram有分享 我跟他們合作嘛 所以我自己有 他們寄給我很多 看一下 很多支不同的顏色 然後我自己目前目前 最最最喜歡的兩個顏色 是209跟208 209顏色真的很好看 它是有一點點微氣勢 然後 薄塗的時候是很顯氣色那一種 然後但208我覺得它就是有一種清新的感覺 塗在中間一點點 太陽又進來了 看一下照個角度 比較薄圖的208長這樣 它是我覺得淡妝很適合 比較清新一點 那種溫柔溫柔的感覺 喔對 我自己其實我現在出門 因為我們都會戴口罩 然後戴口罩其實我覺得那個妝 我覺得蠻難維持的 尤其是我覺得鼻尖是最難維持的 你們有覺得嗎 就我覺得其實這邊 我覺得都維持的OK 因為這樣蓋著 然後主要是 因為會這樣捏鼻子 所以我都是鼻子這邊 還有鼻尖因為最塗 所以鼻尖的妝都會掉 所以我自己都會噴那個噴霧 然後這罐是我從美國帶回來的 就是Urban Decay的那個 很多人都說很臭 很臭很臭的那個噴霧 我自己是已經用到最後 我已經聞不出那個口水味了 噴一下 雖然沒有要出去 拉噴一下 然後等一下乾了之後 我覺得妝 基本上你如果沒有一直 故意的去搓臉或什麼的 其實妝就會維持得蠻好的 怎樣 我們今天吃熱潮 喔那個是龍珠 這是什麼我忘了 喔脆皮肥腸 找不到臭豆腐 欸這個才是龍珠 欸這是什麼 孜然 喔孜然羊肉 羊熱條 喔羊熱條 欸我要去拿那個酒 哦 我一年 咸嚏 那牛太多肉 帖姊肉 嗯嗯嗯嗯嗯 喔這個也是沾這個的 那我是不是應該多拿一個碟子來裝 沒什麼啊 非常 嗯 我想一下 就是inception類似的 龍珠 欸龍珠是什麼部位我忘了 猴頭是什麼 好像是 剛有一個喉嚨 喉嚨 喉嚨啦 不剛有一個喉嚨 好 我覺得你可以自己講你來好了 對 會的啦 嗯 那個三百塊也鍋子太多了吧 我跟妳講 那個就要吃那個黑黑的魚 吃到魚的那這樣乾乾的很好 乾乾的 味道很好 很刺小拼嗎 那我發去問錯而已啊 欸 今天每一道菜好像都跟這個醬有不合 好 你們今天會直接另外加 要買零食 我們等一下要來看煉魚 我已經把零食都準備好了 叮叮 有有有 很有吃 有有有 吃一片 吃一片 我很早了我想要來敷臉 今天想來敷敷看這個 我來點一個蠟燭 因為那天那個加丹尼爾寄了一個那個蠟燭給我 然後就是燒一燒 然後它容下來的那個蠟燭的部分可以變成護 那個身體的油 我今天下午跟我媽用什麼蠻喜歡的 所以我想再去投用一下 我讓它燒一下 它不知道燒 想三十分鐘左右 我敷完面膜了 ok 我現在要來用這個蠟燭 看起來會燒這樣 然後 其實你可以用 因為蓋蓋 其實它不會很燙 然後我大概等了幾秒之後 就可以稍微 你們看到嗎 然後把外套塗掉 它是一種很舒服的那種 溫溫的感覺 放油 可以塗在手上 其實應該蠻多牌子都有出類似這樣子蠟燭 然後所有可以燒油 我覺得大家就是挑一個自己喜歡的牌子 然後這個是之前那個 嘉丹妮兒寄給我的 因為最近比較乾 然後 我有時候皮膚會有那種白白的屑屑 所以這一天我就 比較用這種 油 油一點的東西 很喜歡那個 溫溫的那種感覺 很舒服 它不會燙 就給大家看我比較晚 好